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运动员或者说打球的时候 然后起跳的时候能跳得很高 然后这种时候会觉得年轻真的很好 刚出来工作的时候 然后就觉得那时候在校园就觉得年轻真的 我店里就很多很多最新的小姑娘 小男孩这些都很多 记得2005年那会儿就是超女 那一届的超女好火爆 那会儿我们进的海报呀 周边这些都是空运回来的 然后店里很多很多的粉丝就过来抢 尤其害怕抢快乐都有人要 简直了 一样样办事 车我老婆出来了 我觉得呢 我这个青年呢 是样样的带头 应该感觉上还是 脚踏实地 然后呢 努力工作 然后呢 去照顾家庭 积极进去 拼拨向上的青年 可能我是一个什么样青年 可能是说出来是有点落伍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斜杠青年 我现在都很年轻啊 活力满满 热情 结情 还有就是自我奋斗的价值 我觉得青春的定义是少年有梦 然后呢 我们应该要放胆去追逐 如果要给青春下一个定义的话 我想用理想这个词 我认为人生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就是为了理想而奋斗 而正青春的我们 正处在奋斗最好的年华 为了心中的理想 勇往直前 绝不认输 拼尽全力 这就是属于青春最滚烫的模样 我觉得一个青年人呢 青春时间就应该有报复 一个是要有为国家贡献力量的报复 另一个自己应该多学习 增长才干才能做出比较大的贡献 最想做的事就是能够为祖国 为我们的国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因为我们那时候没读书机会嘛 最想美不就是去读书 就是想学一种乐器 如果再要是青春了 说实话 我就不应该学文科 因为现在学理工 对国家的贡献更直接 尤其是高科技 青春不是时间能够定义的 我政治青春要努力活在当下 做好每一件事情 不给自己留下遗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